据地区当局报道,6月13日,空袭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巴赫木特的一个居民区。 报告称,三座公寓楼和其他几座建筑物遭到破坏。 救援人员说,三人受伤,一辆救护车也被击中。 与此同时,一名乌克兰官员表示, 俄罗斯军队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控制,并切断了疏散公民的最后路线。 这一场景与莫斯科上个月对马里乌布尔的袭击相呼应。 在俄罗斯的猛烈轰炸中,地区州长希尔·盖·盖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, 该市外的所有桥梁都已被摧毁,无法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或疏散公民。 他说,一些通道仍然存在,该市的一部分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。